我就跟你說他就是很像是你雖然點了手搖杯 但是你是坐在那個玫瑰莊園 在那裡喝英式下午茶的感覺 對啊!欸!給我來一塊餅乾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Suna 我是Dana 我是SunaD 今天呢要來拍久違的手搖杯系列 夏天就是要喝手搖杯 沒錯!今天我們要來開的就是 先喝到 對!先喝到是我們之前就有喝過他的水果茶 非常驚艷 這次呢我們就挑了他兩杯新品跟八杯電源推薦 要來開箱給大家 而且先喝到我對他的印象很好 因為他是古典玫瑰園他自己推出的手搖杯品牌 然後就在我公司附近 然後我們同事都超愛喝這家 對!因為他們這家的特點就是他的茶香非常濃郁 就是茶控味很矮 那如果大家跟我們一樣喜歡吃美食喝手搖杯的話 記得追蹤我們的IG 我們上面都會定期分享我們的私藏餐廳 還有團購的資訊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先從他們的新品開始喝起 四季春荔枝青加水露65塊 那第一杯呢我們就要來喝他的新品 是四季春的荔枝青 但他的四季春茶王非常厲害哦 獲得比利時米其林三星好茶的評鑑 對!是驚嚴得到的哦 然後他的那個茶啊 他是用南投鹿谷跟竹山的四季春茶王 加上台灣的黑夜荔枝 聽到這裡的那個 期待子已經都要這個勾了 沒錯! 而且其實我已經試喝過了 怎麼樣 超喜歡 吃哦!好好好 來趕快來喝 好好喝 好香 很清香很清爽的味道 超級 就是夏天很適合喝 我不是那種水果愛好者 可是他這個的水果味跟茶味結合得太好了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喝下去就有一股清風這樣吹過來 對! 他的那個荔枝的香氣就是夠 然後再搭配他那個茶 雖然有點色 不過是那種底蘊的香氣 然後最後會回甘 充滿嘴巴的都是那個荔枝的香 但是大家不用害怕荔枝有點甜膩的那種感覺 沒有他把它調的非常非常的是清甜 然後我們點是微糖 我覺得非常剛好 對!搭配他的雪露 他雪露也是他的新品 就是他的寒天的意思 他的口感也是在夏天很適合 就是有一點點咕嚕咕嚕 但是不會到太有交勁 比較像仙草冬或愛玉那種口感 因為他是用海藻做的 所以他那個甜度幾乎是沒有 那這杯四季春麗芝青得到的分數是 8.5分 哇!超級好喝! 玫瑰圓麗芝紅加雪露65塊 接下來我們也要喝的是他的第二款新品 玫瑰圓麗芝紅 但他的英式玫瑰特調茶呢 是用斯里蘭卡跟印度的紅茶當基底 然後呢搭配一點玫瑰的香氣調配而成的 然後他有融獲比利時的米其林好茶二星評鑑 這個期待值也是已經在這了 好香! 一喝就知道他跟別家的差別在哪裡 而且他的那個玫瑰的香氣是淡淡的 然後可以輔佐那個茶香一起往上的感覺 他這個玫瑰花茶就很像你走進那個玫瑰花園 然後就會充滿那個撲鼻而來的玫瑰香氣 在上面奔跑的感覺 對!所以就會喝到那種既視感 重點是他的紅茶也是清爽的那種紅茶 是淡淡紅茶清香 不是那種很重那種底蘊的紅茶 但我覺得最厲害的是他搭配那個 搭配得很好因為不會過甜 就是他這款是非常有層次的香氣 有玫瑰有紅茶又有荔枝 我就跟你說他就是很像是你雖然點了手搖杯 但是你是坐在那個玫瑰莊園在那裡 英式下午茶的感覺 對啊!欸!給我來一塊餅乾 然後搭配雪霧也是口感非常好 那這玫瑰圓荔枝紅得到的分數是 9.5分 英式水果茶加雪露微微糖70塊 太好喝 他這杯水果茶微微糖的甜味超級剛好 因為他就是直接用他那個水果本身的甜 帶出他的香氣 他裡面的水果就是有加上百香果 柳橙跟鳳梨 這三個調配起來就是一個很舒服的味道 重點是這三款水果的那個香氣都是很濃郁的那一種 然後喝起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喝他們家飲料 都會覺得非常非常的清涼結束的感覺 對 他不會把它做的很甜膩 那這個英式水果茶加雪露得到分數是 8.5分 英式玫瑰水果茶加霜料70塊微微糖微冰 因為他這一款就是多了那個玫瑰的香氣在裡面 所以他的層次又再豐富一點 然後他這款有加他的蜜香珍珠 我覺得他的蜜香珍珠做的也很 口感很剛好耶 然後還喝得到他的果粒 但我覺得這一杯比上一杯再甜一點 因為他的珍珠 所以如果你是本身比較不想要喝那麼甜的話 那你就是加他的雪露 那這個英式玫瑰水果茶加霜料得到分數是 8.5分 四季春茶王微糖微冰35塊 非常的香跟濃 天啊 他的這款茶是很像那種用茶葉放在茶壺裡面 沖泡出來 現沖的概念 然後再這樣一杯一杯這樣沉出來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杯喝無糖也會很好喝耶 然後微糖就是有帶一點甜度香氣出來 可是我覺得若是我會想點無糖 更喝得到他那個茶的香氣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回甘的那個韻味非常的香甜 那這個台灣四季春茶得到分數是 9分 歡迎來到吃飽的爛笑話時間 為什麼現在學校都要裝冷氣 不知道弟弟 不知道 因為怕焦醋不良少年 哦 嗯 你們叫濕郎是誰嗎 知道啊 攻打台灣的那個 喔濕郎 那濕郎減肥了之後會變成什麼 不知道 瘦濕郎 瘦濕郎 英式玫瑰鮮奶拿鐵加珍珠70塊 很好喝耶 嗯 很好喝耶 嗯 嗯 它的玫瑰就是不管夾在哪一款茶 都是讓它昇華 畫龍點睛的作用 它的鮮奶就是味道不會到太重 所以它不會壓過它那個玫瑰紅茶 對他們家都是走這種淡淡香香的 就感覺你喝了之後你整個也會變香香的感覺 口吐芬芳 對 然後我覺得它的珍珠加這個真的很好喝 因為它的珍珠帶有甜度 對因為我上次其實是點微糖 我覺得一開始喝是好喝 但喝到後來會有點甜膩 嗯 所以我覺得點微微糖是剛剛好的 那這個玫瑰珍珠鮮奶拿鐵得到的分數是 給我分 西蘭莊園紅茶鮮奶拿鐵 55塊微糖微冰 嗯 嗯 這一款雖然是我自己很喜歡的鮮奶拿鐵 因為它的紅茶香氣其實是蠻濃郁的一款 而且是西蘭紅茶 如果愛喝西蘭紅茶的人一定要點正杯 因為它加上鮮奶一樣不會搶過它那個西蘭紅茶的香氣 香腐香成 對它那個香料味非常的清香 然後很爽口 而且我覺得它的茶奶筆也是我們喜歡的那種茶奶筆 就是你可以喝到它的鮮奶的香氣 但是它的茶香是完全不會被搶過去的那一種 那這西蘭莊園紅茶鮮奶拿鐵得到的分數是 是 英式蜜桃茶35塊微糖微冰 嗯 這一款也算是他們蠻招牌的一杯飲料 它的蜜桃香氣就是蠻濃郁的 只是說它西蘭紅茶我覺得喝到後面淡得太快了 有點類似水水的感覺 我會覺得它蜜桃的味道有一點點小小壓過那個紅茶了 但如果你是愛喝就是相關蜜桃香氣的人 可以嘗試看看這款來喝喝看 好那這個英式蜜桃茶得到的分數是 7分 黃家巧克力伯爵奶茶55塊微糖微冰 我覺得這一款相比於其他家的巧克力奶茶 我比較能夠接受是因為它的甜度沒有那麼高 而且它是可以喝得到一點點巧克力的苦味的 我真的喝到那個柑橘的味道 它那個清爽感有 所以這樣整體喝起來沒有那麼甜膩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它的伯爵奶茶香氣也蠻濃郁的 所以不是只有單喝到巧克力的甜度而已 又有紅茶的那種香氣跟底蘊在 我自己覺得它喝起來很像是你在吃一款 微糖伯爵奶茶相關的那種甜點 那這個黃家巧克力伯爵奶茶得到的分數是 7.5分 燙培鐵觀音鮮奶拿鐵60塊微糖微冰 我覺得它鮮奶好像加比較多 它有那個鮮奶的甜度在 然後再加上鐵觀音的味道 炭培鐵觀音的味道我覺得比較沒那麼濃郁啦 可是它的味道也是一直持續都有 我覺得它的鐵觀音鮮奶茶是蠻不錯喝的 可是相比前面的都沒有那麼有特色 那這杯炭培鐵觀音鮮奶拿鐵得到的分數是 7.5分 那喝完以上十杯先喝到的飲料之後呢 我們要來選出自己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就是它這杯玫瑰原荔枝紅加雪露 它那個玫瑰淡淡的香氣就是非常的高級 然後整體來講搭配非常好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它的四季春荔枝青 我就很適合夏天非常結束很清涼 然後我個人我要推兩杯鮮奶拿鐵的一個是玫瑰的一個是西蘭紅茶的 我覺得它的鮮奶拿鐵都做得很好喝各有特色 對 所以以上其實就是它的新品兩杯很好喝加雪露 然後呢跟它的紅茶鮮奶系列 對然後還有一杯是四季春清茶 我們也覺得非常好喝 如果你是愛喝雞頂茶的話一定要買來喝喝看 總體來講就是他們家在首謠杯裡面是有一個地位在的 它會做出一個特別性 那如果大家有喝過其他杯就是先喝到的茶或是飲料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或是想看我們拍其他的首謠杯店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那記得訂閱吃吧讓我們一起幸福樂吃吧 我們下期影片見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打開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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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